我的一些饰品 刚好最近又淘到了一些 评价又好看的耳环啊 手链还有戒指 一起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今天分享的大部分饰品 都是我在1688上淘的 所以每一款的饰品均价 都是在10块钱以下 待会分享的时候 我会把每个款式和购买店铺 都会标在这上面 这次买的耳饰比较多 那就从耳饰先开始分享 像去年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走欧美风路线 但从年底开始 我就更喜欢走复古路线 首先呢是这对耳环 这对的话就是偏欧美风一点的 金属质感的 平时我戴这一对也是非常的平凡 就非常的百搭可以说是 无论是穿牛仔啊 还是T恤啊 搭这个金属圆环真的超级好看 就很简约很欧美 我觉得自己还是蛮适合 这一类圆环形的耳钉耳环的 因为我的脸型是偏这样一个圆形嘛 所以戴这种比较浮夸的耳环的话 会显得我的脸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远 喜欢欧美风的 可以试一下这种类型的 特别是在扎高马尾 或者是丸子头的时候 再戴这样的一个圆环耳钉的话 就非常的高阶 非常的街头风 第二款也是一个金属的圆环 它是有一种这样编织的感觉 有点像麻花是这样一个交错的 这个圆环的话跟刚才的质感不太一样 它是一个哑光金色 像这种哑光会比这种亮面的 更加温柔一些 如果你不走欧美风 也是能hold住这样的一个小圆环 也是很日常的 其实这两个小圆环搭 我今天的妆容 还有一点点像泰式的风格 今年不是戴帽色非常火吗 也就是琥珀色 像我过年的指甲也是换成了琥珀色 应该是念戴帽吧 我刚才查了一下 所以呢我也入了几对戴帽色的耳钉 来带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对我非常喜欢 它是不对称的 就这边是一个磨砂的金色 然后这边是个戴帽色的 它是有点像耳环 就这样垂下来的 这副我之前搭配贝蕾帽的时候 超级的好看 你们可以去试一下 像这种挂下来的耳环 搭配帽子会更加好看 会比这样散的头发裸着 大概会好看一些 还是蛮特别的 我现在去拿一顶贝蕾帽 搭配给你们看一下 感受一下是不是超级的好看 刚才是非常欧美 非常高阶风 然后搭上这样一个贝蕾帽男 挂帽之后 就立马变得文艺复古风起来 我还蛮喜欢这样的搭配的 这副真超级的爱 这一副呢也是个戴帽色 但是它是一个浅的琥珀 然后再加一个深的琥珀 这两个颜色真的非常的复古 就是很港风 其实这一对的话 会更加适合秋冬一点 或者是白衬衫也是很好看 今年以我的预感 我的直觉的话 复古风会掀起大浪 像最近已经有好几个大盘 都已经发布2021的新品了 都是以牛仔啊 还有棕色系 就所有的复古元素为基调 这一对的话 其实披的头发 会把下面这个深棕的戴帽色 会淹没掉 所以扎头发会更加好看点 弹个第一发 或者是这样扎个头发 去戴这副都很好看 在光线下 它是有点透亮的 非常有质感 胶有时候戴着这副 应该会很好看 还有一对戴帽色的 它是这样一个水滴状 然后侧边是这样子的 就刚好能挂住耳垂 我今天分享的所有耳势 都是银针的 就是耳针都是纯银的 如果你的耳洞比较敏感 耳洞容易发炎的话 就一定要买银针的 千万不要去买那些铁质的 最好在戴钱 还有戴完之后呢 都用酒精棉去消毒一下 这副也是一样 因为颜色太深了 加上我的一个黑发 会把它颜色给淹没掉 还是一样 会比较适合把头发盘起来 这款戴帽色还是蛮知性的 并没有很欧美 还是更加偏复古情调一些 去搭配裙子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文艺风的 小衬衫 还有小雪纺的那种衣服 会很好看 像我的耳垂其实是很大的 我的耳垂真的无敌的大 所以像这种形状的耳钉 会把我的耳垂遮掉一点点 显得我的耳朵会更加精致 更加小巧 这一副是个迷你耳钉 也是跟之前那几款戴帽色 还有金色的耳环一起入的 它上面有三个像水晶一样的 装饰小珠珠还蛮精致的 就特别好看 它其实是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米色 还有一个是这样一个琥珀色 然后我买了这个琥珀松色 这一对是我刚才 刚刚从包装里面拆出来的 现在来试戴一下 这个可能会更加适合 耳垂小的女生去戴 我的耳垂太大了 果然没有什么存在感 这款的话 小耳垂的女生去戴 会很秀奇 但是这一副我真的好喜欢 就是它有一点小 如果再大一点就完美了 但这一副还是很好看的 可惜了 接着又是一个圆环 这一对是个紫色蕴染风的 就还蛮小清新的 但是呢 它这个色调 再加上它 一个圆环的设计 是偏一点点的复古风 果然我还是更加适合 这种比较大 比较浮夸的耳环 还是蛮好看的 这个颜色很夏天 很春夏 如果今年春夏 我会买一些紫色调的衣服的话 我应该会搭配这个耳环 还是很好看的 这一对的话 我觉得会更加偏日韩风一点 扎个头发来带 也是挺好看的 它也是有点透亮透光的 非常别致这个耳环 我现在发现 扎头发来带这种圆环型的 太好看了 太写脸小了 显然整个人都有精神了 最后一副是一个银质的耳环 这也是跟之前那几副一起买的 然后也是刚拆的 它是有点褶皱感 就是不规则形状的 还是蛮特别 特别性冷淡风 但是像我这种暖调黄皮的话 带金属质感 就是带金色的饰品 会更加适合一点 像这种银色的话 会更加适合冷白皮 这款好像也是有金色 但是我金色的耳环 还有耳饰真的是在太多了 所以我就买了一对银色的 如果你是穿灰色系的衣服 比较多的话 搭配银饰会更加好看 接着分享是戒指 比起耳饰 我会更加喜欢买戒指 像戒指的话 我银色金色 还有各种奇奇怪怪戒指 我都挺多的 最多的其实还是金色的戒指 像戒指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戴食指和中指 以前的话 我会更加喜欢 就是这样单独戴 现在的话 喜欢迭带 就是一只手好几个圈 这个戒指我很喜欢 上面是这样一个鱼鳞装 但它真的很酷 戴这个的话 我会比较喜欢穿西装 黑色的西装 或者是穿一些纯白色的毛衣 也是非常的好看 最近我入了两套组合的戒指 一组里面有好几个戒指 有四五个这样搭配着戴的 首先是这一组 这一组其实有好几个戒指 但是我找不到了 这是一个三环的 然后我手上这个是一个两环的 但是这两环的会比较大 所以一般会这样的 以前我会比较喜欢戴左手 但是现在的话 左手有 右手也必须得有戒指 不能空着 所以右手呢 我会戴一个细的戒指 这样一个不对称的一个搭配 还是蛮好看的 我日常就是这样戴的 或者是右手也戴一个粗的 就更粗的 一个粗的戴一个细的 就这样也是蛮好看的 第二组呢 也是一个戴帽色的戒指 应该是这一组吧 具体我也忘了 我待会会把小涂发这下面 最特别的是这个 这一组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这个 小彩竹指环 就非常细非常小 平时的话我就直接戴这个手指 再搭配这个 然后右手一样 就这样戴很好看 就像这种一套组合的戒指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去怎么搭配它 怎么戴都是好看的 一只手戴全部 或者是两只手分开戴 都是超级的好看 这一组真的很复古 像之前的话 我会更加喜欢 比较粗一点的戒指 因为我的手很小嘛 但是现在我会更加喜欢 这种偏细一点的 像这种比较秀气的戒指 虽然它的存在感比较低 但是能显得你的手更加精致 那起码像一个女生的手了对吧 我跟刚才那个戴帽色的组合戒指 差不多的我入了一套这样一个 这两个呢是一个深蓝色 还有一个是透白色的 这一套我还想入其他的一个配色 就这一款它有好几个配色 都挺好看的 但是我对这个蓝色 真的是非常的着迷 所以就入了这一款 我觉得这两个单独戴在一起 就很好看 就还蛮特别的 非常显白 而且然后它还配了一个 这样一个小珍珠的戒指 今年我也非常喜欢珍珠的元素 像这种珍珠项店 我会比较喜欢戴这个只手指 就这样戴 这样戴也是挺好看 就随意的搭配都很好看 像韩国那边的穿搭博主 还有韩国小姐姐 他们就非常喜欢这样迭代戒指 这都是流行趋势 赶紧跟起来 我还单独买了三个戒指 一个是这样一个纯的珍珠 就这样随意戴的 单个也是很好看 搭配一些小裙子 或者是蕾丝啊 还有雪纺质地的衣服 都很好看 然后第二个是这样一个 也是彩色的 这颜色非常的春夏 非常的春天 还蛮有活力的 直接戴这个手指就好了 都是偏一些硬斯风的戒指 我非常的喜欢 然后还是一个戴帽色的戒指 这也是很大的 这样搭配在一起是蛮好看 其实我的手真的非常的小 但是我就是喜欢戴这种 比较有存在感的戒指 我突然发现 这个戒指里面 它还有一点点母背 那种闪片的感觉 能看到吗 就会反光 里面是有那种小贝壳亮片的 有太阳光 或者是有强光的情况下 它会有点反光 这款戒指 它也有好几个配色 我还打算去 入几个同款 不同的颜色 那这一次的耳饰 还有戒指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